她本是一个花花天才 却在大庭广众下试镜 她无助地看向妈妈 因为在母亲眼里 训练场上每分每秒燃烧的都是金钱 因此她不允许女儿做训练以外的事情 不准休息不准和朋友说话 她只能像机器一样做好每一个动作 即便这样母亲依然数落着她 训练结束母亲也不忘记拳脚相加 对于爱丽来说 这些早已是生活中的家常便饭 只有在父亲的身旁 她才会得到一丝的喘息 母亲的脾气让父亲再也忍受不了 一气之下选择离开 她挡在车前让父亲带她一起走 可父亲没有能力抚养 只能将她留在这里 父亲的离开 让爱丽顺理成章地学会了母亲的陋戏 长大后虽然成绩优异 但一头金黄色甲发让她像的男孩 爱丽的全部童年都在冰上度过的 直到17岁这天遇见杰富 两人一见钟情很快坠入爱河 即便如此也逃脱不了母亲的掌握 就连约会母亲也会跟随 她的嘴翼如既往的毒 这也导致约会不欢而散 刚开始杰富会夸爱丽漂亮 在滑冰上犹如拥有超能力 然而不久后她便原形毕无 她和母亲一样是一个暴力狂 稍不如意就动手打人 虽然每次动手后都会保证不会再有下策 但不久后暴力会再次发生 但在爱丽眼里这是爱的表现 毕竟她的童年是在打骂中度过的 即便每次被打得不成人样 爱丽还觉得都是自己不对 看着女儿身上的淤青 母亲还大言不惭地说打得不够重 很快她就迎来人生中第一场比赛 虽然第一次面对如此多的观众 但却没有一丝胆怯 不同于花华的优雅的传统风格 爱丽一手摇滚来宣告她强势登场 强有力的步伐 精美绝伦的技术 让她立马成为全场的焦点 尽管力量步伐都远超其他选手 可评委打出的分还没有平平失误的选手高 面对这样不公平的待遇 爱丽也只能愤然离场 母亲不仅没有为她打抱不平 还对她又打又骂 骂她滑得像女童性恋 骂她竟然敢钉嘴 甚至不顾危险将刀扔向爱丽 爱丽实在忍受不了像父亲那样离开了这个家 与其他选手不同的是 别人都有漂亮的比赛服 而爱丽只能手工制作 然而这却成为那些评委打低分的借口 明明是全场最佳 却得最低的分 女孩忍无可忍 她愤怒地上前质问评委 自己跳得比别人都好 为什么得不到高分 自己比任何人都要努力 却得不到一丝公平对待 而评委只是轻蔑地告诉她 教练劝她合理地改变服装去迎合评委 然而爱丽却认为教练也在和自己作对 一气之下她吵了教练的鱿鱼 虽然在事业上她并不如意 但在爱情上还算一番顺利 不久后她就踏入婚姻的殿堂 然而这却是爱丽做的最后悔的决定 婚礼上母亲连一句祝福的话都没说转身离开 婚后的她终于可以像其他女孩一样 全身心地投入到滑冰中 不需要再做其他工作 然而母亲对她的鞭策从未停过 比赛入场时台上一个男人不停地对她辱骂 这个男人却是母亲花钱找来的 因为在她的教育里 只有不断地打击才能激发出爱丽的潜力 为了自己的前途 这一次她穿着华丽的服装播放着古典的音乐 超强的力量迅雷般的速度 以及那能力极佳的技术 让她在赛场上如鱼得水 三组动作后全场的观众都注视着她 希望她能成为美国第一个跳出三周半跳的人 她不仅做到了还创造了历史 更给那些瞧不起她的人淋漓的一击 这一次她不再是全场最低分 而是以将近满分的成绩拿下比赛 这也是她第一次体会到全场为她欢呼的感觉 此时的她一跃成为新生虫 也就从这以后她的性格大面 爱丽觉得自己就应该受到女王般的待遇 妻子越沉醉于聚光灯下 杰夫就越感觉爱丽随时都会离开自己 于是她对妻子的殴打也愈发的频繁 起床早要挨打 出门也要挨打 此时的爱丽看得比谁都清楚 她果断地选择了离开 没有丈夫的殴打也让她一路披荆斩棘 各大比赛的奖杯拿到手轮 然而丈夫像以往一样 每天死缠烂打在爱丽耳边说着好听的话 就这样她选择了复合 然而和杰夫的复合就像被施了魔法 从那以后爱丽的状态越来越差 比赛也变得心不在焉随时摔倒 即便如此她依然相信自己能做到 冬奥会比赛上 大家都认为她是第一个在冬奥上完成三周半跳的人 然而现实却给了她狠狠的意见 比赛刚开始没多久她就狼狈地跌倒在地 获得第四名的她 只能看着队友临走属于她的金牌 比赛的失误让她口碑一落千丈 丈夫变得变本加厉 家暴永远都只有零次于无数次的区别 日积月雷两人的矛盾已经无法化解 杰夫甚至对着爱丽开枪 无数的夜里都惊动了警察 这一次她终于鼓起勇气离婚了 没有收入来源 她只能像母亲一样在餐厅做最累的活 在下一个冬奥会来临前 爱丽需要养活自己 这天之前的教练找到她 并告诉爱丽下一次冬奥会不是在四年后 而是在两年后 此时的她已经不再在乎 教练的话让她心动了 她依旧放不下自己热爱20年的花花 卸下靓丽的指甲油 每天负重徒步20公里 当重新站在舞台时 结果却依旧相同 自己并不是评委想要的公主 所以分数总是不尽人意 求胜心切的她拦住评委一问究竟 而评委却告诉她 滑冰技术的高超并不是分数的全部 冬奥会代表着国家 他们要的是一个健康的家庭 而爱丽的家庭早已千疮百孔 为了能参加冬奥会 爱丽无赖地选择了和杰夫复婚 而这一次的妥协却毁了她一生 两人正在车上放飞自我 然而第二天就收到死亡恐吓信 如果她上场比赛 那么将会死于非命 过度地害怕让爱丽不敢上场 而丈夫却动起了歪脑筋 用2000元让最好的朋友 写一封恐吓信 然后寄给爱丽的竞争对手南希 然而她不知道的是 朋友从小就拥有精神病 信誓旦旦地保证会处理得天衣无缝 而狂妄自大的她却不仍行凶 一棍子就将兰希打进医院 事情的恶劣很快上了电视 这也让丈夫彻底地慌了 她急忙找到朋友对峙 过度地紧张让朋友说漏了嘴 原来爱丽的恐吓信 是她一手策划的 只有这样她就能顺利成章地 成为爱丽的保镖 拥有人生中第一份工作 而此时的爱丽正在争取冬奥的名额 自己瞬间被推到浪尖上 而她毫不知情 没有兰希地参加 爱丽如愿地拿到冬奥的名额 而猪脑子朋友却管不住自己的嘴 她见人就说袭击案是她一手策划的 不出意外警察很快就找上门 吓坏了的她毫不客气地将杰夫供出 但苦于没有证据并不能抓捕杰夫 爱丽不想每天都在风口浪尖上 她质问丈夫到底有没有参与 丈夫的一拳让爱丽意识到她肯定参与了 于是她来到警局将杰夫告发 为了一解心头之恨 在被抓走时她却对媒体说 爱丽也参与了袭击事件 尽管爱丽对外声称自己毫不知情 可媒体依旧每天24小时守在门口 她也只有每天待在家里来躲避门外的那些施暴者 女儿的处境让妈妈以心生怜悯 她破天荒地说出了心里话 说不管何时她永远都相信爱丽 原本毒蛇的母亲说出这样的话 让爱丽十分感动 然而下一秒却问她是否参与了袭击案件 爱丽立马警惕起来 随后在妈妈身上一顿寻找 不出意外地找到了录音机 原来母亲是媒体的傀儡 而她自己不过是母亲赚钱的工具 事到如今她只能靠自己 然而老天却给她当头一棒 爱丽顶着巨大的压力来到冬奥会 即便没有任何人相信她 但她还是努力地让自己微笑 她要在奥运会上堂堂正正地击败男戏 以此来打破那些流言蜚语 可在上场时她的鞋带 不管如何戏都记不紧 如果再不出场 她将被视为弃权 她只能擦干眼泪 心有不甘地上场 就这样伴随着音乐她翩翩起舞 然而比赛刚开始不到一分钟 她就暂停了表演 刚换的鞋带断了 她只有哭着找到评委 希望能再给一次机会 虽然评委和裁判给了她机会 但裁判的不喜欢 加上袭击事件 导致她的分数十分的低 凭借精湛的技术 她也只能得到第八名的成绩 而比她滑得还要烂得难惜 却获得了银牌 不久后 袭击事件的仲才出来 最终艾莉被判缓刑三年 以及从滑冰协会出名 这也意味着终身不能参加滑冰比赛 从小就辍学滑冰的她 除了花滑她什么都不会 即便苦苦哀求 但结果却无法更改 从那以后花滑界少了一位女王 而拳击馆上出现了一位怪兽小姐 因为她知道袭击案后 人们对她早已恨之入骨 大家都想看到她被打趴下的样子 但对于艾莉来说 这些早已是家常便饭 反正从小就被母亲与丈夫鞭打 她只有在拳击馆用拳头来宣告 自己对生活的不服输